你觉得华为获得部分芯片企业供货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大家好,我是熊猫,一位硬核的科普作者 截至11月11日,已经有数家外国芯片企业获得美国批准 可以向华为供应部分芯片 于是,很多自媒体开始狂欢起来 宣称,美国企业顶不住了,或者中国市场赢得了胜利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如果我们认真解读被禁止的供应器件 你就会发现,华为只是获得了非核心部件的供应 这的确也是好事,它可以解决部分燃眉之急 但是本猫要提醒的是,国产芯片企业依旧需要支持 在我国已经下定决心构建芯片全产业链的情况下 如果过度依赖国外技术,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最终再次压垮不成熟的芯片产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是有先例的 和芯片同样重要的工业软件就曾经在辉煌中落寞 可以说,它是我国唯一被欧美国家越拉越大的工业领域 从梦幻开局,到逐渐被误判 再到基本被覆灭的过程 最终成为被美国精准卡脖子的关键技术 毫不客气的说,如果没有这个不起眼的系统 我国就算有再好的芯片,也将成为废铁 正因为它如此重要,却也成为除芯片外 我国最大的软肋之一 甚至可以说被无情吊打 本猫今天就将视频分为五个部分 给大家科普一下 我国工业软件是如何一步一步被吊打的 另外,本期尝试时间线结构 并将网络上大家提出的诸如 用盗版可以吗? 工业软件就是IT软件等问题进行解答 所以,本期视频超级硬核 请先点赞,再观看 看完你就懂得 我们是如何失去工业神经的 上世纪60年代 欧美的工业已经相当发达 随着集成电路、电子设备等高科技发展 人工手绘图件已经无法满足 越来越复杂的产品设计需求 于是,波音、洛克希德、NASA等航天巨头开始研发工业软件 用以代替人工制图 工业软件也正式进入人类的视野 而我国接触到工业软件也并不是太晚 早在70年代末 我国引入了一些大型设备时就接触到了工业软件 主要以CG和CAD为主 基本上并未落后太多 这边需要简单科普一下工业软件的类别 方便大家后面理解 工业软件一般分为三类 也有四类的 一种是研发设计类,如CAD、EDA等等 这个作用就像我们盖房子 先设计出你要盖的别墅还是平房 用木头还是水泥等等 第二种是信息管理类,如ERP、CRM等 这种就像我们工头指挥一样 起到高效管理的作用 第三种是生产控制类,如MES 类似于工头手下的木工、水泥工一样 更高效、更专业的建造房子 第四种是嵌入软件类,比如汽车、通信等软件系统 这部分就像我们房子的水电系统 可以让房子更智能、更舒适 当时的CAD就是研发设计类 而且是二维的,属于比较早期的工业软件 更多的是起到简单辅导人类的工具 本着引进、吸收、消化的模式 有实力的研究所获高效 也就由此开始了模仿和开发工业软件的征程 1978年,沈阳股分机场 已90多万美元引进了大型设备 并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MRP2软件 COPICS 当时负责技术的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 总工程师蒋明伟从IBM 带回来了八本黑皮书籍 这些书籍详细解释了MRP2软件的基本原理和算法 靠着这几本书 中国涌现了一批知名的工业工程管理专家 用蒋明伟的话说 这是中国工业软件开创的源头和先生 中国工业软件启蒙正式开启 而这八本黑皮书被业内人士称作黑八本 所以你看 我国工业软件的发展其实并不晚 与其他工业领域相比 可以说赶了个早期 之后的进程更是堪称梦幻 1982年 蒋明伟被制作团队成功研发了 计算机辅助企业管理信息系统 并应用于四川宁江机床厂 还荣获机械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国家科维技术进步二等奖 1986年 国产工业软件发展 被列入国家863计划 在政策的支持下 以北航 清华为代表的一批高校和科研人员 开始做相关的软件开发 加上当时外来软件面临耗化问题 国家工业软件也借此迎来了高光时刻 但发展的同时 也埋下了衰退的伏笔 为什么说是高光时刻呢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 国产工业软件平均市场占有率 达到了25%左右 其中个别专项领域 甚至占到了45%左右 市场上出现高华CAD 山大华天 大天CAD等等一批国产软件产品 即使开发难度比较大的三维CAD领域 也出现了北航的熊猫CAD系统等产品 可以说我们工业软件 是紧跟着欧美的发展水平 1997年 北京举办了首届CAD应用工程博览会 从事CAD研究与开发的机构 已经达到了300余家 国内ERP软件公司就超过了1000佳 中国工业软件领域就像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涌现 市场上也是百花齐放 在当时 相比于其他落后数十年的工业制造领域 中国工业软件开局 是不是堪称梦幻一般 可谓拥有一手好牌 那为什么又说 这是衰退的伏笔呢 这就要说到第二个部分 工业软件最为错误的误判 这个误判至今都还存在着 就是将工业软件归类为计算机软件 而没有与制造业相结合 和美国以企业为主导的不同 我国当时的科研和企业也存在这种误区 不管是清华还是北航等科业单位 几乎都属于国字号领域 这就产生了一个极为致命的问题 产严分离 简单讲就是搞研发的和企业脱离了 就是本毛上面说的 没有与制造业相结合 实际上这很多人将工业软件视为IT软件一样 是对工业软件最为错误的误判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边再科普一下 工业软件是工业制造驱动的 不单单是一款IT软件 什么意思呢 还是以负责盖房子的包工头为例 一个包工头的能力很重要 但是经验更为重要 每盖一个房子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处理过程都是宝贵的经验 最终转化为包工头的个人能力 当然这个比喻很粗糙 但是道理却是一样的 具体到工业软件就是庞大的制造业大数据 塑造一款软件 它看着好像是一个计算机软件 但是实际最核心的是 制造业积累起来的大数据 把它归类为IT软件 就好像我们大学里批量制造包工头一样 没有现场工作经验 你说它能胜任项目的负责人吗 这完全是本毛倒置啊 这也是本毛一次又一次 科不到我国制造业的弊端 说到这边 你还觉得工业软件 只是个计算机软件吗 可以在弹幕上打出来 如果觉得是 那么恭喜你 开始步入了衰退的开始 别不信啊 因为我们当时的企业和单位 也是这么认为的 国家对于工业软件的补贴 一直持续到十一五之后 工业软件的地位迅速降低 2011年后 国产工业软件研发公司 基本得不到直接的补贴 重点支持的对象都是制造业 这基本上是相当于 把工业软件推入市场化 有点类似国企自负盈亏的意思 行你就上 不行你就下 但是对于工业软件 这个行业来说 国企的做法 确实将这一手好牌打烂了 最主要的问题是 90年代的中国企业 没人重视工业软件 当时绝大部分私营企业 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 信息化企业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这还都是外企 企业老板要么拼死拼活 忙着扩张 要么就是在垂死挣扎的边缘 研发是什么的都不知道 更别说投资工业软件了 所以国产工业软件 也就成了姥姥不疼 妈妈不爱的存在 国产工业软件的黑暗 开始了 接下来本报要讲的第三部分 低价搞残企业 少了正式的补贴 没有企业支持 国产工业软件开始走下坡路 这些企业为了自救 用出了中国科技产业 最为致命的招数 低价竞争 低价本来并非坏事 但是高科技 从来都不是低价竞争来的 当时为了生存 部分国产工业软件价格 从万元一路掉到数千元 恶性竞争 加上原本不多的利润 将市场迅速压榨干净 市场上很快出现 劣币吃出良币的现象 于是 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就出现了 产品没市场就降价 降价 企业利润就降低 利润越低 越没钱投入研发 无法研发 产品更新迭代就停滞 竞争力再次下降 只能再次降价 市场就这么陷入恶性循环中 最低谷时 一款工业软件 可以低到数百元 比计算机软件的价格还低 真的是汇类大甩卖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恶性竞争中 将很多优秀的国产企业 也推入困境中 市场一片哀嚎 却又无能为力 说到这边 本猫不得不说一句 网上经常有种论调 国产手机凭什么卖的 和苹果一样贵 说实话 我是真的既无奈又好气 低价低端思维 还要多久才能被病除 如果人人都做低端产品 不仅科技无法进步 企业也会陷入死循环 有高有低 才是一个市场的正常行为 本猫只能说 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视频后 请允许我们的企业 向高端冲刺 只有这样 我们的企业才能不断发展 科技才可以不断进步 只要是平实力做到的 就不该受到指责 我们回到话题来 国产工业软件陷入困境后 国外软件自然也就趁虚而入 这边就要讲到第四个部分 盗版最为之名 国外工业软件企业 在与国内企业竞争的过程当中 用出了堪称经典 也是我前面开头说到的招式 釜底抽薪 一方面 他们降低价格 继续摊薄工业软件的利润 加大国内企业的压力 另一方面 从研发单位和企业两面夹击 釜底抽薪 在企业方面 故意放任盗版肆虐 用近乎廉价的方式 侵占制造业 挤压国内工业软件的最后一点市场 国内企业也因此彻底失去了 最后的生存空间 而国外企业 则趁机通过诉讼 将国内制造业收入囊中 这个做法就和计算机国产 操作软件亏败的过程一模一样 可以说 国外盗版工业软件 就成了压死国产优秀企业的 最后一根稻草 尤其是加入WTO以后 国外工业软件巨头大举入侵 国内企业市场份额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 25%到45% 急剧萎缩到不足5% 关键领域国产软件 几乎被团灭 连曾经让我们骄傲的北自所 也因亏损而被迫解散 国产软件正式溃败 所以你看 上次本贸科普工业软件时 说盗版万万不可 很多人嗤之以鼻 在评论区大肆嘲笑 说实话 我很不理解这种短视的行为 这个选择题交给你们 你们觉得盗版可以解决问题吗 请在弹幕上打出来 可以说 到了此时 国产软件想要反扑 希望其实已经很渺茫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上面我们提到工业软件 像是不断学习知识的包工头 技术积累越来越丰富 逐渐从二维发展到三维 从工业设计类 发展到现在的四大类 工业软件也已经从辅助 成长为制造业的神经中书 而国产软件就像复制的躯壳 须有其表 败取其中 总结就是 一步落后 步步落后 然而 真正的釜底抽薪还不是这个 为了防止国产工业软件的反扑 国外企业还从科研单位上下手 通过捐赠和赞助 诱导我国科研院所的教学和科研实验上 进行绑定 比如 美国某工业软件公司 曾一次向某国内顶尖大学 免费捐赠500多套工业软件 这样做有什么后果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学校里面老师教的是 美国版auto CAD 学生学的也是美版auto CAD 久而久之 很多人便认为 CAD就是auto CAD 这几乎成为了一种固定思维 就像我们说 电脑系统是微软系统一样 习惯成自然 要改变习惯 再回头用国产CAD 几乎不可能 这就相当于从人才和研发能力的源头上 切断国产软件翻盘的可能 所以我才会说 是对国产工业软件的釜底抽薪 也正如此 工业软件成了我国为数不多的 被越拉越大的科技项目 国产工业软件这数十年的历程 也被业内人士称为 失落的30年 2018年 中芯工业软件被限制 上百亿芯片一瞬间成为虚影 最终只能缴械投降 很多国人都在嘲讽 中芯不重视核心科技 但是真的只是一个中芯的错吗 当然不是了 2020年5月 华为同样被限制使用的EDA软件 仅仅只是因为华为足够强大 所以依旧被人忽视 人们只知道芯片被限制 却不知道EDA同样被限制 同年 当哈尔滨工业大学被禁用MathLab时 所有企业都惊醒了 原来还有一个比芯片更加恐怖的领域 被人摁着脖子呢 于是 所有人开始反思 并将工业软件的落后 归咎于停止补贴的措施上 理由是 国家对三维CAD CAE等核心工业软件的研发投入强度 不足2亿人民币 而全球最大的CAE软件公司 Ansys 一年投入研发超过3.5亿美元 甚至 很多人因此得出结论 工业软件被无情调包了 然而 本猫还是那句话 事实真的如此吗 很多人还没明白 国外是以企业为主 国内是以政策为主 政策本身只是起引导作用 最终成功与否 还是要靠企业来实现的 从1986年到2011年 国家扶持工业软件 已经真正25年了 花费了无数的金钱 却依旧扶不起工业软件 难道还不够吗 要知道 当时连北斗导航系统 这么重要的项目都停滞了 这足以说明国家对此的重视 工业软件的本质是什么 很多人包括业内工程师 都逃避一个话题 那就是以发达制造业为基础 通过不断学习和进化而来的 是政策 企业研发工业制造能力等等所有人努力的结果 我们就试想一下 假如时光能够倒流 在那个经费紧张的年代 你们是愿意重启北斗之类的项目 还是继续投资被误判的工业软件 来把你们的选择打在弹幕上 那么应该责怪谁呢 事实上也不能怪当时的企业 因为即使到现在 部分国人和企业也还是搞不懂工业软件的重要性 更别说以前那个年代 别不信 我相信很多人看过这个视频后 还会说工业软件就是计算机软件 不信 你先点赞 让我们打个赌 输了 我就露脸 可以说工业软件的失落和芯片一样 都是国家工业结晶的体现 落后只能说明我们方向错了 加上科技和经济实力还不够 铸就了这一无奈的结果 不能单单指责哪一方面 这也是本猫 为什么要特别做这期视频的原因 少一些指责 多一些理解 以事为鉴 方可知心替 我们再回到开头来说芯片的事 为了防止工业软件的惨痛再次发生 芯片国产化 依旧要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不以外汉 不以物遗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差距 并努力改变这个结果 2020年8月 国务院发布了新时期促进机身电路产业 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 从台税 融资 研发等八大方面 全面支持国产技术软件 而美国也有新的政策质疑 试图继续全面引领软件产业 中美的工业软件大对决 在接下来将重新开启 而我的视频正在努力制作当中 如果你喜欢 可以点个关注 我争取早日更新 当然 本猫也祝愿我们的工业软件 能够早日实现国产化 好了 我是熊猫 一位硬核的科普作者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一定要点赞加关注 如果再能评论一下 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